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樊文丽 我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大妞 回顾我二十多年的职场生涯 我把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 我曾经在北京的外企工作过 而且也有过自己创业的经验 有过一家进出口公司 到国外以后呢 我也有过自己创业的经历 而且呢从事过房地产经纪人 和房地产投资 我还非常喜欢旅游 差不多就是自己一个人嘛 去过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今天我来这里 想寻找一份总裁助理 或者是企业开发BD 咨询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最后你好 无论是从眼神 从穿着 从说话 确实像个北京大妞 谢谢夸奖 五十一 yes 这个好像身上没有感觉到 有一点累的感觉 还真没有 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充满活力 激情热力 就是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 当然了 不光有这些 而且我还有一个 成年人应该有的 缜密以及严谨 比如说我非常注重 这个细节 而且非常喜欢有准备这么一人 所以在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很少有意外发生 因为我都准备好了 当然了 这也可能有点说大了 但是就说基本上我会是朝这方向去做 最后这句话体现出了缜密 还有文立老师 一般缜密的人都不穿这么滑的裙子 是的 因为我呢今天也想就说 叫什么那个 什么不够 什么来凑嘛 是吧 突破一下 对 人家穿的还是跨拖鞋呢 实在不好意思 我在这儿非常的想道歉一下 因为什么 我这回来以后 其实我是来探亲 就是没带那么多东西 就带了两双鞋 一双两鞋 一双两鞋 我们这又不是没商店 是 不是 我觉得吧 比较起来 喜欢穿就说喜欢穿 行行 徒来老师说这个 那我就有定心玩了 我之前纠结了半天呢 就为这事 但是呢说实在话 如果注意细节的话 求迟还是最好不要穿拖鞋 我非常非常同意 如果要是在我们家那儿近点的话 我绝对不会穿这个 我带回的衣服都挺少的 但是我又不想吧 买一堆东西我也不喜欢 就临时为了 反正就是都是我的错吧 我也不说了 我觉得他穿那套衣服的话 其实反而是显示出他的优势了 就是非常的有活力 当然他还有一些霸道 我对他印象开始是非常好的 您在去外国之前 您是干什么 最开始就是在一家外企公司工作 进口工程机械也有关系的 那去外国是干什么呀 我实际上是就是结婚去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 可能有点大龄了吧 在中国 你是去找还是找好了去结婚 没有 找好了去的 那到那找就晚了就 找的是外国有人 是 对 在中国找的 没有 实际上 我们俩实际上还挺浪漫的 是我们是在那个法国巴黎碰到的 然后就有点那一见钟情那样 然后来 要不然我怎么能毅然决然就舍弃 北京的很多东西 其实那时候我在北京 其实生活还是相当 我觉得还可以吧 不错 就在法国碰到一个外国男朋友 然后就毅然决然去跟他结婚 反正这就是看对了远了 而且就是有一点那触电的感觉吧 那就 那就这样 我这人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 您从那儿体现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你激情四射的 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 分了 对 后不后悔 不后悔 真不后悔 真不后悔 那多久啊 大概持续了 大家有那么五年左右 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合适 就想离没孩子 咱们说说在外国的工作吧 跟他结婚之后 在那是随便找了份工作呢 还是找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 我觉得是这样 刚开始呢 我就可能就找了一个 自己比较顺手的工作吧 就比如这个进出口 做了一段时间 觉得挺辛苦的 后来 那时候不是国外房地产 就是高潮吗 就看着人家挣钱都挺火的 说要不然我也试房地产吧 后来就考了一个经纪人的执照 然后就投身进去了 结果投身进去没多久呢 就赶上那个金融危机 就夸了一件 这个房地产市场就不好了 然后这个房地产经纪人也就惨了 这时候呢 我就看到了 到时候看到了房地产投资的机会 为什么 他那个房地产市场垮了 那以前 比如说像那卖五十多万的房子 最后就变成十万了 白菜 真是白菜价 后来我看到那个机会以后 我觉得这也应该行 所以就等于又搞了点那个投资 挣钱了 还行 而且我这么多年一直房租什么 包括我旅游的费用 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那去了多少个国家旅游啊 前几年算过一次 大概有四十多五十 然后最近不是又去了一些 您刚才说都是您一个人去 大多数 但是最近呢 像我其实上个月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去的 又有新男朋友了 有新人了现在 然后就等于一起去的 新任男朋友也是外国友人 对 也是 你不太喜欢中国男人 也不是 可能我觉得我不是他们那个 那个那个类型 不是那菜 对 就是互看都不太顺眼吧 那这个呢 这不错 相当不错 我非常满意 哪哪不错 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比如说我今天比较累 给我按摩一下头部 能按两个小时 自己睡着了 这手都不停 还在按着 真的吗 那是AI智能机器人吗 那是抽筋了吧 反正甭管怎么着 还按着呢 这就行 没停 那这只能体现出一点 他一定身体比较好 比你年轻 确实比我年轻一点 年轻多少 五岁了 我觉得还行 没有您傅力强的身体 怎么可能睡着了还能摁呢 对吧 文艺啊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感觉 你在讲你的感情经历的时候 包括你刚才整个的描述 我觉得你是一个 有点女权主义的 而且有点倔的人 基于你的这个性格特征 你要知道你音频的是一个 总经理助理的岗位 总经理助理 其实你要知道 所有都是我要总经理 去做一些决策 和对支撑的 那你觉得你这个性格特质 和这个岗位 你认为匹配吗 我觉得我能做到 因为毕竟 历经生活的磨练 这人多多少少会改变的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柔和的吧 我觉得你很难做到 因为我们在做的企业家里面 都是相对来说 有定规模的企业 而你以前呢 在一个自由的 职业的情况里边 不好听的话散漫贯了 所以就像你今天的 这个穿着一样 其实是很不合适的 对吧 如果你要做一个 总裁助理的话 那你代表的是 企业的形象 而你这套形象 其实不是一个 合格的大企业的形象 我能不能理解 你没有做好 找工作准备 这次回国只是度假 偶尔发现 突然通知我去面试了 我就赶紧去 漏草打兔子 来试一把 对 我也是 我觉得相比 关心你的服装 我可能更关心你 来找工作的动机 我是想 因为我觉得 国内线发展还挺快的 所以我也想 就是说借助一个大企业 然后把我所学的东西 发挥出来 我可能会议讨计划 我可能会议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K